大家好 我是老圣 今天我们遇到的是一个 REAM的热水器 它是PowerVent的 这个热水器显示是 FLAMEBALL Vapor Sensor报警 我们到现场以后 发现这款 REAM的PowerVent热水器的Gas Valve 是白色的 一个报警灯的 报警灯闪7下 我们查一下报警代码 是FLAMEBALL Vapor Sensor Fault 我们检查一下热水器周围 没有发现有异味 Sensor的接线 也没有异常 这时候 我们需要做的是 尝试对报警进行复位 像这种白色 一个报警灯的Honeywell Gaswell 应该如何对FLAME Vapor Sensor 进行复位呢 我们要按照以下要求进行操作 第1 断电至少5秒 可以拔下电源擦头 也可以用Gas Valve上的开关 拨到OFF的位置 进行断电 第2 重新通电后 必须在30秒内 完成以下操作 将右边的红钮 从最左到最右 然后最左 来回拧6次 我们尝试了复位后 报警 依然没有消除 这时候 我们要测试一下 这个Sensor 是不是坏了 那我们更换一个新的Sensor后 再对系统 进行复位操作 12 3 4 5 6 7 复位成功 我们可以听到排阳马达 已经工作 从下面检查孔 可以看到点火系统 已经启动 点火器 已经变红了 点火器呢 越来越红 到最红的时候 大伙就点着了 这样呢 我们今天的故障 已经排除了 最后收拾一下现场 把Gas Valve的温度 调到合适的位置即可 北美华人暖通 空调频道 点赞评论 订阅分享 和按小铃铛 有小惊喜哟